南丁格尔是英国人 他的故乡是英国的汉袍棍 父母是女以英国商人 1820年南丁格尔出身于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城 父母以这座美丽城市的名字为他取名 南丁格尔的父亲是一个博学而有教养的人 家里有很多书 南丁格尔从小博览群书 他通晓历史、意学、哲学、擅长音乐和会话 正通英、法、德、意、四国语型 南丁格尔从小就心底很善良 邻居间有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孩子 他经常将自己喜欢的玩具和喜欢吃的东西送给他们 见到大街上有小动物受伤 他总是抱回家里细心照料 父亲有一个精通医度的牧师朋友 村民们都很喜欢找他医病 南丁格尔也很喜欢向他请教医术 牧师和南丁格尔都很喜欢骑马 他们经常一起出游 在路途中 牧师经常救了一些病残的熊人 南丁格尔就在旁边做一些护理工作 见到很多人在自己的料理下病情有所好转 南丁格尔十分高兴 时间久了 南丁格尔就对护理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他觉得护理工作在医疗过程中实在太重要了 但当时护理工作在人们眼里是很卑賤的工作 做护士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女育 甚至还有一些是刑满释放的女囚 做护理工作的人一般都没有什么知识 南丁格尔觉得应该建立日之有质素的护理队员 而且下决心学习专业的护理知识 南丁格尔21岁的时候 父亲想让他入大学读书 但南丁格尔只是想学习护理 父亲见到女儿这么坚定 就没有再强迫他去上大学了 1850年 30岁的南丁格尔通过父亲的关系去德国学习理 三年之后 他又去了法国巴黎学习了半年习理组织工作 1853年 南丁格尔回英国 他在伦敦的一间医院担任习理主任 同年8月 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 南丁格尔在伦敦办起了一所康护所 看护所中收缘了很多穷苦的病人 南丁格尔在那里带出了一支质素很高的护理队伍 亦都很安逸 哈利米亚战争爆发了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 英国对俄国宣战 有一日 南丁格尔在报纸上见到一则怎样的消息 英国在前线的军队中 紧缺医生包扎员和护士 受伤的战士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护理 看完之后 南丁格尔心中十分难过 经过几天的思考 南丁格尔最后决定去前线为双病员服务 她把这个想法画给母亲知道 母亲和兄弟们一致反对她这样做 因为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 妇女担任公职抛头露面 都会遭到人们的嘲笑 而且前线炮火连天也十分危险 但南丁格尔心意已决 她很快就向政府做了申请 154年10月21日 南丁格尔经政府批准 带领她陪份过的38名护理人员 离开了伦敦 前往克里米亚前线 承担护理的工作 在克里米亚前线 南丁格尔和她的护理队 为双员付出了很多心血 她带领护士 没有着随时被疾病传染的危险 日夜地进行抢救工作 除了为双员进行医疗护理之外 她们还为双病员倒屎端尿 洗衣服、烹调食物 南丁格尔关心每一个双病员 在她的努力下 双员的死亡率达到最少 南丁格尔还深深地理解病人的心理 为了可以让那些精神空虚的病员安定情绪 她还自己出钱在前线医院附近建立了越南室、咖啡馆 她成为了病人的资深人 很多双病员在社病家里的信中 都一直称赞南丁格尔这个热情善良的护理专家 很快 南丁格尔的故事被传开了 英国人民都想亲眼见一下 这位善良的南丁格尔小姐 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了 11月 南丁格尔作为最后的撤离人员 离开克里米亚 返回英国 英国人民为了欢迎她 特意为她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但淡薄名利的南丁格尔 就化名为史密斯小姐 悄悄地回英国 1860年 南丁格尔用公众捐助的南丁格尔基金 在伦敦正式创办了南丁格尔护士学校 这个是世界上第一所正式的护士学校 之后世界各地的护理学校 亦都纷纷创办起来 护理学亦都真正成为一门学方 受到人们的关注 南丁格尔一生为护理事业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著有护理笔记、医院记录等 为了护理事业 她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终身未嫁 后来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人们将南丁格尔的生日 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